登公車 出發囉 今天充滿的驚喜 好的驚喜也有壞的驚喜 我們一開始搭火車 很早的火車 搭7點的火車從台北到台中 到台中我們就租iRent iRent真的很方便 我們就找一台離車站沒有太遠 找我們的車 但是我們找不到 而且這邊有很多樓 再按一按 剛好是我上次來台中一模一樣的那台車 就是我上次來台中租iRent 也是一台亮藍色的車 然後這台剛好竟然是一模一樣的車 而且我確定是一樣的 因為我那時候打開藍牙 它竟然還記得我的手機 所以絕對是同一台車 超酷 到日潭天氣超好 我們想說好棒喔 天氣真好 然後就去吃午餐 上面是珍珠 然後下面有 這個才是茶凍吧 就是like jelly made fruit 茶凍 味道有點像仙草 我吃完 我們想說去洗腳踏車 因為每個人都會說 來日潭一定要洗腳踏車 結果我們才騎可能十分鐘 拍了一些照片 就開始下大雨 我們在這邊躲雨 下雨 才剛開始騎大概十分鐘 就開始下雨了 沒關係我們忍住一下 等一下繼續騎 結果過了一個小時 還是沒有停 而且雨還是很大 所以我們想說 好 我們就 鼓起勇氣 我們就 穿著雨衣 騎回去 結果呢我們開了 可能三十分鐘的車吧 那時候路超彎的 我第一次開這麼彎的路 而且 下大雨 超恐怖的 那時候壓力好大 還好安全到達了 結果裡面長的跟我們 網路上看到的 完全不一樣 我們整個嚇到 然後我們想說怎麼辦 怎麼辦 就是那個 浴室感覺 不是很乾淨 然後床單也是 上面都有 就是stains 就是一滴滴的 感覺很不乾淨 然後想說怎麼辦 我們覺得說這邊很不舒服 最後來老闆娘就說 好沒關係 然後退我們錢 我們就 臨時趕快開始找 開始找 新的飯店可以去住 就是那附近 還好這附近有很多飯店 所以我們就 趕快一間一間的去找 那我們後來有找到這間 超棒的 這間叫 叫什麼 Terry Feast Resort 鷹宴度假會館 而且它整個很舒服 然後 老闆娘人也非常好 竟然出大太陽 所以我們趕快回去騎腳車 然後我們就騎人開心 第二趟 終於 有出太陽了 希望這次不要再下雨了 超美的 很像瑞士 有出太陽 超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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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玩腳踏車 我們就去吃晚餐 吃了一間我們很好吃的餐廳 就是 原住民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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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結束了 我們的第一天的旅程 現在台灣原住民豬肉 現在台灣原住民是十六族 十六 我們就是最關鍵的 第十族 今天來到雲品 溫泉飯店 但是我們不是來做 就是來吃 然後這邊有一個鐵板燒 它叫菜雲 菜雲餐廳 Rainbow Club 然後我們來吃它的鐵板燒 很期待 松露蒸蛋 Sorry這不怪 我點的是黑巧克力跟 阿沙的奶茶 這是香草 跟黑巧克力 然後這個是 馬 馬我今天加上 馬肝馬 馬 dynamic 馬ика 馬膏 馬肉 馬羝柔 柚司 是嗎? 這是最日本 вход的 由 sul 都是 剛剛 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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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太宗 我們要明太樂回台北了 把高鐵回台北 拜拜 by bwd6